是的包括其实呃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去讨论或者说去根据你们在我们因为我们的赛呃赛程期已经出来了嘛对啊打的一些对我就知道哇这边是终于是我们的比赛是恢复开始了首先是我们看到第一张比赛地图于小镇首先作为潜伏者的是来自巴西的bd 保卫者是来自emg 上来巴西队非常凶狠的抢了一波b 巧 这边是打掉了emg两回但是这波bd 还上吗 李斯均李斯均李斯均跟这边的泡男一人的两人的双叉这波很有机会五打三的局面但是就是只能说emg那边回防速度特别快再来就是这边的bd太着急了因为在这个位置刚抢了两个人以后其实给你站这个点你稍微等一下嘛他们觉得可能就是两就是二三开局两个压办公室然后三个去抢一下也可能就是中间这一档是可能是没人的 空缺的打完这两个赶紧是想强点哇这一波真的是本来以为巴西队上来就是要拿到他们的cfp 哦对吧全新的第一分但是确实被刘浩男和这个李斯均两个人终结了一下必须在辟邪这边的两人的各自的双杀终结哎发现这边毕竟打得很凶你发现没有伤害很快是的 就只要感觉刚刚这个b 点就是战术执行很快就是到位之后立马对吧我就立刻去强点我不跟你磨叽的 这边我现在小刀这边是探了一下发现好像是不太安全这个烟红弹封了赶紧的是换位 来看一下保卫者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基本上属于一个异线防守就前点只留了一个酒吧的一个一号位的保卫者反而是呃前夫者在丢了第一分以后啊选择了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开局了并没有选择前期的一些强点 这边是应该是看到兄弟们的一个位置了差一点点了对吧的为了一个闪蹲发现小丁文在被露了个头差一点点直接是秒掉但是近点有人我来看一下今天到近点哎呀这边又两边酒吧又死两个又是办公室小齐和小小丁文这两个还是他们两个对还是这两 哇但是伟善是在警家这边是打掉了桥头这边是侦察的will伟善 期待一下伟善的一个发威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俩一直在夸他一波期待一下他的一个发威希望他能给予回应吧不然对吧夸上天之后发现嗯开始打脸 这个就很尴尬了这S12赛季我觉得我跟怪咖我们这种对吧这个极端有谨慎的就是应该是做解说最久的了是的今天你忘了一圈我们现在解说越来越来越12个解说 人越来越多好像我们是最老的吧现在最老把老肖抛掉之后应该我们俩是最老的就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赛季要走正确路线是的不能走打脸路线老这个对吧真的是不好来了李思俊这边呀这边哎小道要侦察一下哎呀我的哇这个直接被死 其实我觉得他刚拉低下直接把一连的打掉完美了这个脚下这个落一个死位别人拒打不到的位置看一下伟善两个看一下伟善 我是这边有残血吗哦没有是没有没有掉了刘晃那边是被打掉了看一下伟善 休探他应该在找这名节目者确定位置应该确定位置了这个rot 哎呦原点原点架枪了喂你好在原点趋势夹着了伟善哇听到没 对他们特别他们就是一直特别特别黑的一个状态刚才其实小道的位置我们自己看到刘晃南的一个位置 李思俊还是刘晃南他的一个位置其实可以拉到十点去打一连的一个背身但他想的是第一先既然我已经看到他了我想把这个打掉以后全是背身对想法上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而且刚刚那个就是五香那个第一时间如果小道出来我觉得开个两就是给个两个三连发 他还是完全有这个机会的而且呃五香还是区一枪不一定能死所以刚怎么说呢他也是侦查完之后还想回来发现哎今天区想回答一下区 只能说呃没有没有没空枪吧只能这么讲没空枪而且确实BD这边的一个枪法跟一些战术确实比较不错你发现没BD这边上来是双炮啊上来是双炮 有自己的想法对在这样的地图上当潜伏双炮其实真的 很少见 主要是你要看他中后期还说还双不双了 对吧你前几几几双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NOT他这个中路这个他这个炮应该是得换 他就一直在就是飞加中路这边看到中路有没有人就长时间架点就架中路有没有人露头有没有人拉点 哇我们这边里面打的其实特别的慢全是 全是BD这边的题目六点我看前两分哦 就是EMG这边办公室是小齐和肖定文这边两两人前两分被就是怎么说上来就被强势的突击了两把之后直接搜访了BD不敢去前点了 哇BD这边是要中防了吗看到四人防BD猜到了吗赎到了吗赎到了 这边是第二时间反清BD想反清BD来了 这时候没有完美的错过完美错过全去A了 全部去A了但应该跳脚步声了我觉得 没有没有声音 没有没有声音 这一波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波敢不敢播 我觉得还是在等DANIMO和ADRF这两个人 哎这波可以发现了这个闪 哎呦我没闪到 直接打各种道具 现在这个第二个闪是不到了 这边又来了 这边中路这边是偷到了 这边一波非常漂亮的DANIMO 一个闪光打到要来抓 哎呀差一点点 刚想说这一波如果没拿下 其实DANIMO要有罪责 他在中路有个TK 这边是中路刚刚是一波三号三个 三个就是管道两个中路一波 中路打的比较快 中路真的是所有防守中心全部在防B的时候 中路两个其实上来真的杀了三个人 这个哎刚有一个三号位 哦没有没有 我好像以为他做了什么 吓我一跳 这边啊比 B的一边确实真的是 这我们刚刚在第一局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能欠缺一些考虑 在抢下来98以后 呃并不可能那么快的去RUS 结果是可能失败了 接下来的第二局包括第三局 我们看到他们的对于战上面的运用 前期并不露一些点位 打一波的一个集合进攻 我们看这边98又看到人了 就又国内说B的什么 上来第一分想打个七十分 哇这边又是小七 小七想第一时间去抓这个桥上挑点这个人 但是自己的队友 这BD这边队友第一时间是把小七补掉 没有给到小七这个人机会 B点又来了吗 尾扇尾扇第一枪 有没有闪有没有道具 哎这个闪光 没人到但是还好有烟雾 主要是烟雾真的是太浓了 哇相当的话其实小七的位置很干脆 连续 对 维尼尔这边还敢漏吗 应该不太敢漏了吧 哇还帮我自己来抓 必须要抓掉 这时候维尼尔就拖时间呀 哇这还要够打掉 只剩一个尾扇一位四 又升尾扇 太难了 这个真的太难了 已经没得打了 肯定没机会了 打两个找找手感 哎 哇 这 这维尼尔是应该是太兴奋了吧 应该是一个背身 十多 三比一 哇 这个那其实整个看过来 酒吧位置我觉得小七的这个 今天状态其实不是并不是特别的好 不是很好 抓时间差也没抓好 就包括其实刚刚那个点 我说实话 你已经呃第一时间别人看到你的 包括你已经确认别人在跳演的位置 你不该再去了吧 反对性的想法可能就哎 这次就一个人 我直接是拉过来去抓你 哇这个哎大一这一波顶钱 我们看有没有效果 三人 这边bd已经第一时间不会来闪光道具一个 一幻音一幻号 这边还来 哦 这波李思俊又是李思俊 但是 not 哎 还好李思俊 一位五花 有五个吗 我们s12的首个武杀 我觉得要 血量不多很有机会啊 要浪 我要 给他打了 给李思俊 李思俊直接去了 第一个武杀 哇 我们s12在我们的节目上中 第一个武杀已经出来了 是的 李思俊呢 一个完美的发挥 其实刚才在比赛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 今天他的状态特别特别的不错 其实这一波真的怎么说 也能看出来巴西对这种风格啊 当他第一时间预知到就是已经侦察到 呃 一样没评过 是的 3比2 这边又是老战术啊 前期的一个卡点 然后把人先送到这个爱联的位置 然后中路还是留人 对他们亲这个你看亲A小道的近点 包括酒吧的办公室的近点 真的都是人到近点之后一个高宝炸完之后 然后再去亲 就是这个同步真的配合的非常的不错 这边肖定文正好是一个检查 终于这边是 DMG的B点防守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手感啊 今天是唯一一次为了一个人单摸酒吧 对 你看就是被针对了好几次 你看这边小定文还是敢一个 还是敢一个人敢拉出来去侦察 这边应该是四人已经在这个 三人在M已经集合完了 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打A的话 AG只有一个保卫着 这边是给了一个中路白 稍微的勾引一下 AG直接打 两个小道两个正门 这边A点是放空的 伟散 能打一个就算赢 哇看到了可以溜了 哎呦一个都没打到 一个都没换到 这就不好打了 A宝点直接是拱手浪给了BD 这边应该不会后来不会拉出来了吧 五打四的回报我们首先我觉得哎 这也能打啊 这谁这干嘛 我刚才说不可能再拉了呀 这拉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而且一个人也没有道具 哇这三打五 A打这边屁股也是过来了 没了没了没了这波没了 这个背心真的美滋滋 我只能说BD这边的队长 哎 这没有啊不可能一打四 喝不到吧 喝不到喝不到 就这个威牛 这拉出来这一下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 我刚才跟 就是老白说我说这个不可能再拉出来了吧 就你四个人已经把包里降下来了 你没必要拉出去 而且你没丢道具 就是我现在脑子在高速的运动 他拉这一下是出于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就哎 是不是被是是这个就是警察这边回房是没有人 我堵一手是不是全走屁股 那也不能再打个高上瞅一眼也行啊 而且自己是一个少人的情况 反正就是掉一个好像 反正这个动作就是哪怕他刚拉了一下 确实拉出来秒了一个 我觉得这也是太冒 就冒险就是太冒险了 对因为本身他们应该是刚才是一个四打五嘛 对吧 而且是 站住也包点 我觉得四打五是完全可以打的 你刚刚就一旦他上来被秒了三打五 然后你看 还有个绕后 A大就看本来是在门外看A大的人 就必须要进包点防守这个就是正面的人 然后这时候A大屁股就摸过来了 直接是打掉两个 这个很尴尬 哎这边又开始改变一战座 选择了一个私人街中路 对 其实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AMG他这边 还是比较担心自己的B点这一块的 一直在赌博式的防守B点 这不知道是赛前对BD的了解感觉好像是 BD这边就喜欢打B还是什么 就今天的临场的一个应变 这边 狙击手势打掉了肖定文 应该又是必须吧 必须还是必须 酒吧 酒吧 办公室窗口 中路来了 中路四人的一个集结 在中路这边人还是蛮多的 一个 一个里斯丁被补掉了 这样的话没办法了 看一下这边打哪里 二打四 比包点 鬼杉 有没有机会 一个 哎呦 这边为牛是从 鞋破来了 对 一打三 看到了应该是看到了 看一下 这边我看到 AMG这边是有一位队员是调出去的 可能这分打完之后可能要暂停一下 这边是BD再次领先一分4比3 BD真的是 是一个线下气氛非常不错非常棒的一支队伍啊 线下的一个气氛包括他们的一个战术的一些运用啊 其实真的是特别的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在前面的一些比较当中前面的几分当中啊 除了我觉得是 AMG的更能力的一个发挥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呃 BD面的一个战术取得了胜利 哎这边是选手应该是 小齐是已经是回到了游戏当中 那比赛继续4比3 这边哇 上半场如果说BD作为潜伏者能有一个优势的话 这下半场真的 我觉得真还压力蛮大的对于EMG来说 第二张呃 地域小镇结束之后第二张黑色 嗯 哇这个真的 其实 对于我们国内的队伍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压力很压力山大 压力真的是特别大 上来第一场对战国外队如果说不能取胜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整个S12 S12赛季来说真的 因为他们之前在碰到队伍真的是 并不是很强国外的这些队伍 那你马上对吧 之前在第二人还有那些老牌的队伍 压力更大 又是B点 萧定文终于是秒掉了两个 但是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窗口直接被秒了 萧定文下面直接拉出来 就我我 就这个 第八回合下来 我现在觉得问题最大的这个B点的防守 特别说实话 今天小齐的状态特别不好 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啊 但是为什么老要来这样的防守 对一定要来这个窗口的位置 就来可能是真的是不 就想第一时间就是你来办公室这边 给些信息吧 就给些信息回馈给到队伍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以那种侦察式的防守 而不是他们一直都选择就是拉出来 进攻式的防守 但是选择进攻式就我换人式的防守 对对对对对 就你来我他们这种打包就我肯定能换人 但是这几个回合较量下来 我觉得是真的是 EMG B点就萧定文跟小齐 这两个人就是一点优势是没有占到的 他们还是选择这样的防守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不太应该吧 这边李思俊非常的漂亮 因为潜伏者第一天在H打了个白 他趁这个白大概过了五秒钟之后 直接是拉出来确定打B去了现在 这时候就看BD这边是怎么说屁股后面有没有长眼睛了对吧 反正已经确定打B了 对这 发现只能说屁股这个人 李思俊 成就大叶 李思俊 啊 正面的怎么两人被秒了 正面刘浩达跟伟善 他应该瞬间步枪不到一个狙一个补一个 两个人的一个拉枪 刚刚该录的呀 就是伟善肯定是在紧家房的B房这边架着这个B型 比鞋上奥潮这个人真的是有点肯定是又主动拉出来 刚才第一眼看一样吗 对啊你肯定是拉出来 你要是不拉出来一直拖的对吧 那肯定这边BD的队员三个人一定要在B鞋最起码跟你对战个两到三秒钟 这时候对吧 李思俊不就来了吗 我站这边终于是在也小道首先是开花 但是我问你 刚才那一分真的是我们想明白就是你年轻 你自己的我觉得我现在另外的两名队友也没办法说话 就包裹死了 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就会说你们稍微等一下 比鞋已经到了 比鞋已经到了 这个一定要说话那个时候 只能说就通过包括就是这半场的啊就是前面的保卫的防守啊 嗯就是包括刚刚这种残局就是这个EMG啊 还是血气翻钢 老想跟人家 哎呀哥 你真的是一个时间上李思俊这边这一波刘浩南被摆了 这样的位置 直接秒掉 这样的位置真的是不应该站 哪怕就是站这个箱子就是很默认点的箱子后面躲一下闪躲低波的闪躲低波闪躲完之后你再拉到个楼梯过来去强行去一换一换一换 看下高爆闪光这一波 哎一换一还不错一换一只剩一个位 哇哇这个面 强拆了吗强拆了 强拆了直接拆掉了哇在这种情况下维山是直接选择了强拆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嗯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国府这个死亡之后看这个视角是可以看到你在干嘛的这个对吧 看他下面晃是吗 我还站在那就一直晃 因为这个视角我们国内死亡之后视角还有个好几秒是可以看到你在干嘛的 我觉得他一脸梦啊这个你这么自信就知道我不敢伤吗 对吧可能那个时候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 如果说是我们来打的话其实最后还剩下七八秒的时间你就直接上去跟他去拼个枪对面没时间拆包了 我觉得刚刚其实如果是一些我们国内老牌的一些选手啊 宠王念旧他不会直接上就直接一个连跳后面那个高枪直接就跳下去了 直接打包点了 对直接打包点了但是可能在这些处理方面就是国外的选手还是稍微的呃 欠缺一些吧 梗子了一点是的 你不能说欠缺一些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对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应该这么想 就什么宠王念旧刚肯定帮一下就直接抬向上去打掉这个强拆的这个伪散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已经是公轴无患EMG单这样的一个潜伏者上面让他们吃一个落后一分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前两分很关键吧 EMG前两分哎先来看一下这波一点要爆发一个闪光正面 看二楼这个人哇 这波两人的同步非常的不错 EMG没想到 喂这个真的还可以 这个同步闪光上下位闪光是没有打一层直接打到那个近点 他这个闪光就是打小道口前的左右手 对对对对 可能右手就会就闪一下下 那左手的人肯定是吃个大闪 等会二打四 应该机会不大 剩下威尼尔和 这个ADRF看一下这个二打四应该是不会给到比迪很多的机会 这边 哎 直接没完应该没机会了 一个 两 没有两个 特别比五 班平比分五比五 我相信也是半个半个回合下来之后啊 半场较量下来之后 特别EMG啊还是比迪都大家应该是隐约每个队都找到 一些东西找到自己的枪杆了然后也慢慢是放松下来了对吧不应该是那么紧张了 刚才那个左翔确实打得特别的漂亮一个是打这个奥楼的根本 打二楼奥楼的根本还不了手 一路也没还手其实这奥楼的应该我们视角是没有看到他但是就是在外面玩了秒了对直接是站在那罚站直接被打掉 然后一层那个还蹲在那里也是被这个大门进来直接打掉了 刚刚BD这边第一波A点的防守是两个拿枪的嘛小到一个 然后澳城那我看到也是拿枪 你看这波就学乖很多 然后闪 反弹 就你同步打 我第一时间我要给个反闪 我再躲一下 刚刚这个真的是闪光一白之后 这个EMG大摇大摆的就直接是冲上A点 一点点没有受到任何道具的阻碍 哇 为什么 这个位置 AK真的当POSE吗 他这个第一时间的一个探点如果看到人以后再选择一些边点位 我看到这边酒吧也是选择了一个前顶的一个战略这个就酒吧摸出去了 这他哇侦察到了 EMG很喜欢很喜欢抱团 只能说酒吧出来能不能真把A点这个侦察到 他如果说一个 哇 其实威尼尔已经是意识到了你看他枪根本都没带收直接扫出去对直接往右手扑啊 我就知道是被身的被补掉了 对这个断屁股的 安全下包 三打四 我才会我的血量还是非常的残 我觉得现在没必要去去对接枪 直接抢 直接抢了 直接打掉 二打三 一打三 一打三 哎呦还好刘昊南这边是一个大跳 差一点点被这边是烙感觉好像是一个大跳能烙到的 对这个其实这一局关键点就难就是刘昊南 对他在这个B正好是把这个酒吧绕后的给打掉了 A点他一直是本来他是一个扮演是A点骚扰的一个角色 在A点的认识道具 可以将卡着个中路过点的人 很想要卡着卡着应该是B点 卡到个自己家里 应该是B点四人一波爆发的时候 这个第一时间就是可能这个B点这个就是怎么绕后的这个B点对 B点打了B点 他肯定应该是发声音抢走B这边就偷屁股没有 是的 那A点的这个刘昊那肯定是不客气的 对吧 把这个偷屁股的这边可以直接卡掉 六比我这边EMG是反超了一分 在下面上也是连续拿到两分 B点也是选择了A点一波重防 看一下 但是又来你B点了 我给你玩心里 A点一波B点一波 是不是在你心里觉得我要来了 不 我还是要连续再来一波B点 还是要连续的对于B点有想法 你看还是跟上把一模一样的东西 而且这边是98确定清空了 对 然后这边就直接等着这边进点 B点还是个缩防 A就又来了 骚扰一下 对 应该刘昊南 三个人不肯走 这时候B点到位 看一下Winio这边第一枪 我觉得第一枪应该开不出来吧 应该会有白吧 不知道看上会直接上还是 爆发的话还是应该打白打烟 你看这个就是烟雾刚丢过来 然后你就直接过来 稍微等个一两一两秒也可以 看一下这个段后啊 心里还是有的点呢 Winio这边是想的 你这个肯定是不是对吧 别的点一点动静没有B点 不可能五个人的 哇这个三个98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回房正面一把G架着 然后有一个的闭管 98我觉得阳台的很危险啊 这边李思俊 一个啊我没办法 人太多但是伪善 两个 有感觉 这边要被穿死吧 哎呀这没办法小奇 一位一 可以 关键时刻 关键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小奇是终于是帮助队伍拿下了一分残局 自己也是大喊的喊了一声啊 就释放了一下 哇终于达到一分了 这个确实上半场状态非常的不好 下半场终于也是给到自己一个表现的机会 我刚准备说其实这边 98 而且已经是只换了一个人 给他们想到伪善的一个发挥 对 后来 在一个很 在伪善其实刚刚居台很 很极限的位置 位置很尴尬 只能说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打掉两个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7B5 这边是我们看到BD选择了一个中路一个潜艇车库跟BD的一个配合 对 但是我们看到EMG这边的一个指挥的想法现在又开始改变了 对 先把A连抢下以后 A连这边没人管吗 凉了呀 这个我刚 这没死啊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车库 看到车库 这边是没有什么血量了 哇 直接是把A连的小奇炸死了 朋友这边是拉出来一换一 看一下三打四这一波怎么处理 又是一个三打四 看一下应该是 是要三的一个集合还是怎么打 真的你看这集合下来 就是BD这边真的 其实他们也是慢慢的去适应到我们国内这样的一些强势啊 一些地图一些道具 看来打的也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 相信在期前赛他们也是会很珍惜他们的 就是第一季险赛第一轮的这几场比赛的一些机会吧 尽快的去找到自己最佳的一些状态吧 是的 我看时间还剩下50秒的时间 这边还是想要卡点 希望能卡掉一些保围者去前顶的一些人 探点 对但是发现 保围者也很稳 因为现在自己也是一个落后的状态嘛 必须不能再去往前顶去找人 再去给你这个机会 要是他们7比5领先的话 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拉出来瞅一眼 到底什么情况 半天没动静 我看一下这一波应该是中路这边是走一个 然后B点这边是走两 看一下4号位这边刘浩南 刘浩南始终是断在这个A连的位置 然后另外两边把位置 我觉得这波他要是打的话 刘浩南可能要稍微的主动一点 稍微的吸引一下B点这边的防守 还是B点两个人先打 让刘浩南来去偷 到底是怎么样的选择 刘浩南还是不太放心 A点这边会出来 B点这边直接上 什么 小丁文 跳进B宝点被B防的will 空中击波 空中一发 这个 中路 中路这边刘浩南是吸引到之后 看要不要有人来抓 应该该回了给一个闪光 但是队友是直接过来了 尾山 没机会了吧 我这还能顺一个 哇 哎呦 差一点 哎刘浩南 这还能打掉 这边两个人的一个残血非常的完美 尾山那个真的是极限 就是两边应该都被白了 然后刘浩南这边也是个残血 哇 这个情况下 B点第二个队员是真的有点不应该 我感觉好像 就是转完一圈之后 我好像 就是他都没找到人 对 就还不知道人在哪 其实他已经打掉了两个 哇 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不应该 可惜了 可惜了 那这时候比分就来到了8比5 这样的话对于B点说压力会比较大了 哎 这个高宝应该是没扔出来吧 很关键 这要是早早的被EMG拿到他们的第一局的局点的话 这个B点 对吧 上半场打得这么好 你一分我一分 是的 我前面还说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能把比分咬住来到7比7 8比8 其实B点真的心理优势应该会有一些 但是 刘浩南跟李思峻他们在上下半场两 两位选手包括居住的发挥三名选手 特别特别的出色 伟善确实还是发挥出第一个视力 这波一点 哎 反强雷 反强雷 这可能 对小刀这边的速度 预估的有点快吧 哎呦哇 这个一换一没换掉 哎正面不打吗 两个 这边是 O T 这边是打掉两个 哎 哎 三个这边又是李思峻 刚说完李思峻 不管是打A还是打B 对中路这个就是别人会偷屁股 然后心里就 就不能一直就是敲响这个挺浓吗 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吃了多少自亏了 对不对 因为很关键因为已经打一个了现在 对 这边是没办法上 9比5 DT2D一起来 那个是 谁也没办法打这个 打这个位置 9比5 这边是AMG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但BD这么多分打下来 他们对中路就是 不管B点D时间打还是A点D时间打 就是一直应该有一个人是小心到中路 或者说A连这块有人去偷 就多少次都吃了这么大亏 然后还是去没有去翘翔这样的警钟 导致这几波被 就是AMG抓到机会对吧 连续的追上很多分数 然后甚至于 应该是连拿了5 连拿5分了吧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中路这边偷的这个人 其实有 其实都有机会去可以去把这个比分守下来 B点就是这波 哇小定文是提枪直接上 直接来强硬的了 不给你磨叽了 看来应该是想打强势一点 比你人说没领先 哇这边尾三又在乔打掉了Will 三打 二打三 二打三 包一个怎么挥防 其实包还没有安放啊 没有打那么不用 没必要打那么着急 着急要主动 这边啊 这边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 那么恭喜一下AMG在第一张地图 以10比5的比分战胜了B点D 电脑 电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